嗨,大家好,我是KKTrader 我是股票交易者 我不是金融分析师 我在这里和大家只是分享我对股市的看法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三 今天先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资讯 成交额Top20特斯拉市值再度跌破万亿美元 特斯拉的股价995-5 是我早就预料到的 不会在高位永远徘徊 那些持足了在低位持足筹码的人 一定要获利平仓 现在大盘都在这样的跌 那特斯拉也免不了有很多庄家出货 或者是机构 周三美股成交冠军 特斯拉收跌3.38% 成交254亿美元 第二名苹果公司 收跌2.1% 成交159亿美元 第三名微软收高0.2% 福特汽车收跌7.9% Sophie收高13.7% 美股周三收跌 美国国债收益率喷升 令科技股遭到抛售 那只交去年11月创造的 历史高位下跌超过10% 跌入回调区域 今年以来 美股市场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 持续攀升的困扰 美债收益率飙升 表明投资者正为美联储 可能采取更激进的紧缩措施 做准备 为平易通胀 美联储三月 是否会采取大幅加息策略 随着美国通胀飙升至40年高位 关于美联储最快 在三月货币政策会议上 加息50个基点的讨论 甚至甚销成上 货币市场已开始反映 对这一情景的压注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因此节节攀升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至两年高位 对美联储未来行动最敏感的两年期美债 收益率突破1% 为疫情爆发以来守戒 马斯克摊上大事 被要求偿还800亿元 美东时间1月19日 根据美媒消息 特斯拉部分股东将公司CEO Elon Musk告上法庭 曾马斯克在2016年 胁迫公司董事会达成 收购太阳能发电公司 Solar City的交易 并要求其偿还130亿美元 被控精心策划 主导董事会收购 马斯克自变 马斯克并不认同原告的控诉 马斯克通过律师表示 收购Solar City的交易 是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打造垂直整合公司 该律师在听证会上说 交易并不是为了救助Solar City 财务状况和许多高增长 科技公司类似 并非出于破产边缘 一年期五年期的 LPR双双下调 这是中国的期待 货市场报价利率 宽货币信号空前强烈 2022年投机机会在哪里 是中国的事 公告精选 安踏体育预期2021年 存立增长率 45% 中国黄金国际 2021年达到创纪录产量 并超过年度职业 依据10B51计划 ROB LOX CBO 克雷格 售出4.2万股 股份价值约为340万美元 大公司动态 LG新能源IPO 认购火爆 阿斯迈2021年净利润 比同 同比增长 65.5% 阿斯迈 ASML 我注意过这个股票 传瑞幸咖啡考虑重回纳斯达克上市 官方回应 报道不实 全球疫情动态 美国疾控中心预测 未来一月内 全美会有超6万人死于新冠 收盘美股高开低走 科技股领跌 纳指跌入回调区间 这个就不好 熊市 好象 回调区间 915 9.15件 LPR发布时间提前 市场预期 LPR 有望再降息 美股技术面出现 关键信号 逢低买入 时机已到 逢低买入 玩家正迎来 关键时刻 单数据表示 自2020年6月以来 标普500 指数已有8次 收100日均线以下 其中只有3次标普500 在跌破100日均线后 继续走低 最糟糕的一次 是在反弹下 跌0.16% 就是在这 和这 美股扫描热门中 概股再度上涨 拼多多涨超7% BOSS直聘 涨超涨 涨超6% 分析师 股票轮动 过优不及 成长股遭到 部分青红皂白的抛售 同比 大增 超 80% 去年美国电动车 销量大增弹 渗透率 依然较低 减便宜 Or 减破烂 微软 搜购 动 四 暴雪 今日大行 停级 瑞信 预计 特斯拉 Q4 第四级度业绩将 超 预期 两机构下调 动 动 四 让机构下调 动四 暴雪 至中性 平级 就在明天 这一 这一四关 房贷 的利率 要下调了 降息后 新一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于1月20日出炉 上个月一年期 LPR刚刚下降了 五个基点 从3.85% 降到了3.8% 五年期以上的LPR 则从2020年4月起 就没有动过 一直保持在4.65% 对此次LPR 会否下行 下行多少 特别是挂钩 房贷利率的五年期以上 LPR如何调整 近日市场讨论可谓热火朝天 每股前瞻 三大妻子小幅走高 得人 苹果增长 前景可期 上调目标 价值200美元 特斯拉 9.95 苹果166 风险来袭市场料 美联储或三月加息五十几点 却创近20年来 最大升幅 今天 讯息方面 我们先说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关注的 川普概念股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这支股票的走势 今天 上午就有 就有朋友跟我说了 我说的都对 这个朋友很关心 因为他有的位置 在DWAC 他给我说了 分析得很好 今天的确是这样走的 然后他比如 我昨天本来没想出视频 但也是第一天 反正应该说一说 然后呢 他要问这支股票 然后问他什么点进的 他93块钱进来的 所以我就 在这个视频上 介绍了一下 这支股票的一些习惯做法吧 反正 希望呢 大家就是说 慢慢在图表上找到答案 这支股票会怎么个走法 今天呢 是我说昨天涨嘛 昨天涨 然后盘前 盘前有的时候就高开低走 今天他停到这 明天是否再高开再低走 或是平平平 或者下一下 然后再底再往上拉 是否是什么样的情形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也慢慢研究 和我共同分享一下 也让这些 拥有这支股票的人们 慢慢的对这支股票 是上市下 大概其 有一个 大家多数的一个分析 一个判断 致使大家有一个明确方向 就是说涨了 怎么办 今天他说他94 是吗 我还惦记着他在这挂单挂出去没有 他93块钱 我也在这个什么 我说呀 这个我跟他说过 跟着大单走 我看这个就是说一般呢 涨到这样一般容易高开低走 因为我昨天分析的嘛 分析这支股票是 大概还和上一次一样 结果真的是那样 高开低走 明天也许会 也是拉高 盘前盘后的拉高了 盘前 就是说在九点半之前 拉高 然后再继续打压一下 还是继续再 再打压呢 几根阳线 几根阴线 一根阴线 一根阴线 又一根阴线 对不对 这是 12月12月份的时候 这么走的 然后大拉涨 然后第二天就跌 第三天 也跌一下 然后又拉涨 然后又跌 然后拉涨 拉涨 拉涨 所以这支股票 庄家 也不一定要你摸准规律 那庄家习惯的做法 他们的操盘法 也许是可以有 有规律可循的 这一波 这一个team 这一伙 操盘 操盘手 是怎样操作 他们的习惯 就是这种操盘法 但是 他是否 会换一种做法 或者会换一个班子 来进行在反向操作 大家都要小心 因为庄家 就是玩我们的钱 就是要吃掉 我们这些股民的钱 机构 也是在他们的 庄家 就是要操作 这市场 拉高或者 打压 某种股票 他们的手里的钱 很多 他们的 运作 会影响股市的 上涨和下跌 但是SEC 这个会有规范的 他比如说 这种大跌的话 这叫做 pump and dump 但是没有dump 他到最下面来 对我们股民来讲 在高位套牢的地方 高位被套牢的 还有可能被解套 如果他打到这来 那什么时候 再能推上去呢 但是记住 庄家也一定要导手 他在底位买了 他在拉上去 他没有钱 再往上拉了 他一定要卖货 一定要把自己的手码 手里的筹码 变成现金 才能再继续推动股市上涨 所以这种 慢慢慢慢 升上去又下来 升上去又下来 就是这种做法 他用手里的钱 他用手里的钱不多 但手里的钱足够拉升股市 他就要这样慢慢的拉升 但是这一点什么时候能到 庄家说了算 这都是庄家说了算 今天市场本来都不好 我先说的这个 来咱们再看一看 大盘的走势 这是纳斯达克的指数 连续三天音 今天一根大音线 对吧 这两个图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看QQQ 也是纳斯的100ETF指数 今天就是阴线 然后呢 盘中的情况也是先打压 先打压是什么意思 在这做空 在这又买回来平仓 给平上去了 继续打压 然后这只股票呢 就是DWAC呢 今天为什么又稍微涨上去 也是这回事 在这卖下去 然后再做空它 做空是要付利息的 但是庄家 要不要付利息 咱们这个还是不太清楚 但是在这为什么又上去了一点 他在这平仓了 要buy to cover 他要把这个了结了 然后在上面又卖卖卖 卖下来了 明天是否 能够高开低走 或是低开高走 或者平开平走 三种情况 或者高开高走 或者低开低走 几种情况啊 五种情况 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 高点应该怎么样 低点应该怎么样 再继续看QQQ 也是高开低走 然后又拉上去 继续打压 压下来低于 今天的最 上午的最低点 SPY标普 同样情况 都是 跌的 是要出这 这根线吗 大家可以继续看啊 因为这个 高点 高于这个高点 如果这个低点 跌于这个低点 还继续走 W型吗 W型吗 还是要做 M 顶 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熊市真的来了吗 然后看 到熊市的 ETF DIA 也是 高开低走 也是跌成这样 也是要看这个 这个底做成M型 还是做 W底 拭目以待啊 今天 多数的股市 多数的股票都在跌 你看 盘后有绿的 多数都是红的红的 这个是绿的 有绿的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它是否 可以做多 什么地方可以 是进去买入的 这个花旗银行啊 银行股 因为要加息 估计 会 比较好 嗯 所以大家看这些 这也是我的 watch list 也是 自己看什么股票 有些我都是这样看 机构 职商 大家没有这个账号的话 可以在我 我视频的下方有链接 可以开户 因为我愿意用它这个 关键指标 能看到收益率 股吸收益率 3.18% 然后它的盘子是多大的 总市值1.2点 1274亿的盘口 然后它的float float 所以有些机构 吃仓 你看到了 增加了35个机构 但是有人减吃 减吃什么意思呢 在这儿它抛售了吗 有人就把自己的筹码 减吃了 卖出去一部分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 它的这个 总机构 的机构数增加了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 这些数据 然后评级师 然后最高点到过什么点 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 是否这一轮熊市下来 是否还能继续走低 所以说大家 2020年是股市牛牛牛 对吧 有新冠病毒 2021年 多数的股票都在跌 所以呢 2022年是否会继续走跌 大家都可以继续观察 这个 因为 你买高了 就意味着你 被套的时间长 你要卡了 就是损失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